WUT球星挑战赛多哈战 难担四分之一决赛 樊振东对阵林诗栋的比赛出现了突发情况 这场对决双方在前四局难分高下 林诗栋打了一个好的开局 11比3拿下首局 樊振东之后11比5回进了一局 之后林诗栋11比9再次占据先机 樊振东咬牙11比7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打完四局后 樊振东很快做出了退赛的决定 他与林诗栋握手后选择阴伤退赛 看上去樊振东还是挺失落的 但却是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进入2024年后 樊振东的压力巨大 在总决赛0比4被王楚清横扫 预示着今年的艰难 此番面对队友又没有打完比赛 着实让人揪心不已 按照规定 樊振东第5局算0比11高负 最终大比分2比3无缘四强 这样一来 林诗栋与梁敬坤争夺一张决赛门票 而王楚清则是继续强势 3比0横扫秋档 会是0高远 国评包揽男单四强